其实说不定同学家长偶尔会听说些什么 但是他没办法很准确的 马上把他捕捉到那个概念里面 你不像香港台北的话 如果说有家长发现这个孩子忽然不爱上学了 说特别不喜欢上某个老师的课 说讲到你问他怎么回事 你觉得他眼神有点古怪 很多家长其实会猜到 但是我想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平常如果大家对这个东西不敏感的话 你是看不出来的 怀柔这个就是 是怎么就做怎么发现呢 就是这个 我觉得小女生他面临这个的时候 但我是男生我不能理解 就是说 你不认为他的反应 他也不跟家长说的 他就说我不想去上音乐课 对 你说这个家长还说怎么就不上课呢 怎么不上课 推打去上课 你想他就不说 就是这样 你们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不一样啊 开玩笑 他不是这样 他小时候如果遇到这种事 他就盼着上那个音乐课 我最爱上音乐课 女老师 对我觉得这个是认知上啦 因为我小时候本来就比较男孩子气 我真的还常问我妈 女生真的好麻烦 为什么我不是男生 我可以钻回你的肚子里面 你再把我变成男生再生出来 当女生还可以站着 女老师 当男生可以站着 我讲这个 我小时候真的都是跟男同学打架 而且还很有一起 你知道男生常常会 性教育出门的开始 男生爱玩 他会滑蕾 跑得很快 滑蕾 然后看那个女生群体风光 就后来呢 我们那时候就想出一个方法 就叫女孩子 都把那个运动短裤 都先套在里面 然后我每次看到 有人做这种事 我就换我去棒打 那个 我还把男同学 骗到厕所去关过 对 就是有这种 所以 对 所以我说 台湾男性 有点过分温柔 也是给舒婉 这么培养出来 我们先试一下广告 好好 像这样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先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是外籍外劳那种外籍人士那种 我整个人愣住了 然后可是我还是告诉他说 你在干什么 就我的个性 我那时候是觉得温热 然后手摸 抓到一只手 回头 你在干什么 然后呢 那个人好像吓到 然后他就拖了手要走 我那时候很想讲说 司机停车 是 是 哽住我的喉咙里面 就后来呢 我一看 其实应该要到个警察局 我都想到了 但我做不到 我想到要这样 我就是做不到 然后后来等到公车停了之后 我下车 我看那个人也不见了 对 不见了之后 我就飞灯 跑回家 跑回家之后 一进门 全身发抖 我就开始哭 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我爸又冲出来 发生什么事 我就跟他讲 刚刚在公车上 有一个什么 啪啪啪啪啪讲 我爸还听到 哇妈 立刻冲出去 那时候家里 那个很快嘛 他骑机车一路追那个公车 想要去找那个人 那是谁 然后事后我爸回来 就把我带到书房里面 去好好的跟我书 他说女儿啊 你遇到这种事情 你一定要当下反应 他说你可以叫司机 开到警察局停下来 你就大叫 你一定要先大叫 你如果没有大叫 根本没有人知道 可是呢 那一次之后 我就一次 就让我在心里 我就记下了 后来呢 当我到 就是到台北去 就读高中 就远 远父家园 到台北 那第二次的时候 我是看到学妹 我看到学妹 被色狼欺负 的时候 我就一把火冲上来 结合自己 就是 我觉得这跟我之前 那个受伤的 那个经验有关 我就立刻冲到前面去 我就把那个人手打开 而且我跟学妹讲 学妹 你屁股被摸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叫呢 我就对着那个人 一直骂 你那个大色狼 你那个死色狼 我就在公司上 歇斯底里的去 大骂那个色狼 然后那时候旁边人 当然就七嘴八神 然后大家就 开始很有意气的说 叫那个司机 赶快把车什么 开到警察局去 然后就把他 就真的是开到 那个警察局附近 后来那个人 到底怎么样跑掉 我有点印象闷入 因为我骂完了之后 我心里很高兴 很激动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有一点点那种 那是太兴奋吗 兴奋过了头 已经后面发生什么事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反正 可是那次之后 我稍微心里 有一点平衡了 我似乎对我之前的 那个被骚扰的 那个伤害 有一点点释怀了 因为你又做了一件事 把他找回来了 对 所以即便是我们 我这样的个性 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 我也会愣住 你就会见多少妇女忍气 不是妇女 多少女孩忍气吞胸 其实说起来 我也有一次 我骚扰人的影片 也是心里很不平衡变的 就是 大概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 就是你刚刚形容 那男生刚刚开始性启蒙 要台湾 我们真的很流行 就滑垒去看人家裙子 你看真的有 我们不只看 我们还要动手 还要去摸人 那时候我们学男生 牵猴在头上 对 我们男生是互相摸 你知道吗 就小时候台湾男生喜欢玩 就叫玩烟 你记不记得 玩烟 对 就很喜欢一只手护着自己那 一只手 他却拿手刀 然后就劈人家 我们说要把你叫阿鲁巴 对阿鲁巴 只要去撞墙 只要去撞墙 撞柱子 对 一人一人抬着你右脚 一人抬着你左脚 就要铲 阿鲁巴 冲啊 对对对 很流行的 撞个半死 然后呢 我们都是这么念出来的 台湾男人不容易 然后呢 那时候呢 我们小时候 一帮男生玩 那后来有一天呢 大家就 哎 那女生 怎么样 我们去搞他 然后去去去追那些女生 然后女生吓得 在校园里面到处跑 那后来终于有个女生 被我们扑倒了 扑倒 对 然后呢 跟着我们就 赶快抓他屁股 怎么样 然后就我们一人去抓他一把 然后后来呢 我很记得呢 那个女生 会成年人犯罪 对 没错 让害过你们了 对 然后我记得当时呢 他就倒在地上 然后他就坐在那 他就哭 呃 后来老师就问我们怎么回事 那当然给我们很大的处罚 但是 他坐在地上 他就那么低下都哭的那个情景啊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知道今天都没办法原谅自己 虽然你会觉得 那好像小孩胡闹 但是我 我自己觉得 那样的一个 我不知道会对那个女孩造成什么 虽然后来看起来没事 但是 我真的是一辈子都记住 对 为了这个罪啊 闻到顿入空门 什么顿入空门 请讲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身为80后的主持人 我勇于尝试 不想大貌黯然 也不想轻挑浮夸 我相信幽默的力量 我要用全新形象提醒观众 与你倾谈社会现象 线上华丽的talk show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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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释放幽默能量 清新百老费 星期六 赠黄卫市中安台 中高级车新坐标 全新天籁 创世登场 东风日产 天籁 文道就说起来 要现场画一下 对对对 我就说到 因为我们小时候在台湾念 小学跟初中的时候 我们这些男生 小流氓像manga一样那种 跑到厕所打架 然后有时候在里面 要胡来画些东西 最流行的一个是什么 我们学英语课的时候 开始画 教大家学一个字 S S W Y 这四个英文字母 该怎么写呢 正确的写法是这样的 它是人体密码 S S 大家能看出来 勉强能看出来一点 这玩意儿有点毕加索 毕加索的风格 S S W Y 我们小时候上英语课的时候 我们就跟老师讲 老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对吧 老师都气 小朋友想象的女人很丰满 妈妈 我想了有一天你儿 就我问你 儿童在五岁过来之后 他往往对彼此的生殖器 比较好奇 那作为妈妈 你怎么对待 他问我什么 我就答什么 我现在也是这么个态度 我觉得就是潜在的 我应该把孩子 当成一个成年人 就是你懂不懂也好 但是我不跟你说假话 对 这很重要 但是问题就是说 碰到一些来自成年人社会的 这些洗衣扰 你发现没有 像这个玩小孩子 所谓鸾同 有人说是过去讲什么道德败坏 现在也有人讲是生物性的什么因素 包括西方的一些什么神父 这不也是西方很耸动的大案 文道现在对这事有定论吗 我对这事没定论 有研究吗 还写过什么 我没写过书 就说的话 他说因为他顿入空门了 没有 我是想说像这种事情 我想自古以来其实一直都存在 但是问题是 所谓的暖童 它复杂的地方在哪 它有时候是有个文化的背景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去看一些古籍的记录 你会发现像以前一些社会 有很多十二三十年 记得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结婚 去试婚 请不吝点赞 订阅